而接下来这个暴力画面也让大家看了吓一大跳 是在昨天傍晚太阳花学院退场之前 这位阿伯呢穿着灰色背心的阿伯 不止送饮料不成 后来还被人勒着镜子拉了出去 好那个动手的黑色魁梧的男子 后来在脸书上跟大家说明当时情况了 他也道了歉 而且他还有两点诚心 他说第一个他不是所谓的学生纠察队 他是社会人士 自己组成了一个维持安全的小组 在现场自发的帮忙 而第二个呢是这个黑衣男说 他那个动作是扣下巴不脚勒脖子 左手快横准勒住阿伯的脖子 戴着黑帽子的安管人员 大动作把阿伯从后面架住身体 接着强行脱走 阿伯被脱了几公尺后似乎喘不过气 脸色发白看起来像是要昏过去了 才被放下来 不过紧接着又来了另外两名男子 总共三个人合力把阿伯抬走 有网友痛批手段太粗暴 动手的安管人员赶紧在脸书 放了低头鞠躬的黑白照片 主动道歉还原当时情况 昨天阿伯在下午三点钟 在麦当劳买完饮料 打算送上推车送进立法院给学生 但是却在异常门口被安管人员拦了下来 还勒住脖子抬离现场 这面离着拼头全身黑衣的男子 自称是保护学生的EMT团体 当时因为只剩三小时就要退场 不接受任何物资先行婉拒 但阿伯坚持要送 双方发生小推挤 还打翻饮料 而他事后又闻到阿伯身上的酒味 担心有人来闹事 才会决定把阿伯架开 而看起来像是勒紧的动作 其实只是扣住脖子 但不论是扣住脖子还是勒住 不少学生痛批 对一个捐送物资的老人家 有必要使用激烈手段吗 学生也紧急表示 这群EMT团队 是自动要帮忙的安管组人员 跟学生无关 现在动手的安管人员主动道歉 不过阿伯没有向警方报案 安管人员只希望阿伯能接受道歉 完就被外界质疑过于粗暴的形象 TBS新闻综合报道